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我最近醒鼻涕常常会有鼻血 有血丝 该不会是得了鼻咽癌吧 很多人对于鼻咽癌的这样一个疾病 都有莫名的恐惧 因为它躲在我们鼻子里面 你也看不到 只能靠醒鼻涕 或者是靠说最近有点鼻塞 等等这些生活的感觉 去来猜测 问题是贡敏性鼻炎 或者是一般的这种鼻息肉 也有可能会鼻塞 导致人心惶惶 尤其如果身边有亲朋 还有得到鼻咽癌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鼻咽癌这个疾病 邀请到的是耳鼻欧科 腾宣德医师 以及吕俊佑牧师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嗨 吕牧师好 请坐 请坐 腾宣德医师好 观众朋友一定非常地好奇 鼻咽癌这个话题 请腾宣德医师来 可以理解专家 请牧师来今天是 虽然我们是Good TV 但也不是因为这样 才请牧师来 其实我过去 因为患了这个鼻咽癌 在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 就成为我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门槛 我蛮年轻的时候 就得到这个癌症 是 那时候大概是几岁 然后你怎么发现 我是28岁的时候发现的 那时候我是刚结婚 结婚完半年左右 有几个蛮明显的 不太正常的状态 比如说会非常累 累到忽然间就 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 然后还有就是 有一些时候会觉得 那个头晕 会头晕会蛮严重的 类似像这样 那然后我自己呢 就是发现的时候 其实是2007年的五月份 那个时候是在刷牙 早上刷牙起来 那吐出来的时候 里面有血湿 几次都是在血湿 而且那个血量 是慢慢变多的 才警觉到 要赶快去找医生去处理 所以就找而比后科的诊所 他就看说 里面有一个种的这一块 给我转诊单 让我转去大医院 那时候他有告诉你 那一颗已经多大了吗 差不多乒乓球这么大 那很大了呢 对 两三公分 其实我跟李牧师认识很久 就当年他得生病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是他 就认识他 所以我听过他的故事 然后我有一阵子 常常流鼻 就是醒鼻涕的时候有血湿 我真的吓坏了 真的直接找我的同事 快 抽一下 内视镜看一下 因为他不是鼻血 他就是醒鼻涕有血湿 就像他咳嗽有 那个痰有血湿那种感觉 这常见吗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到底我们讲的说 痰中带血 痰中带血 咳痰带血 这个痰是哪里来的 所以我们中文就讲一个痰 对 这个痰是哪里来的痰 这一点就是都有不一样 所以是咳咳咳 然后觉得好像从 这个好深的地方咳出来 那我们可能真的 好像胸腔应该多差一点 可是我想李牧师 刚才提到 他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那清喉咙的动作又有分 有的时候是喉咙痒痒怪怪的而已 有的时候其实我这边 就是直接粗鲁一点的动作 有的人会做一个 这个动作 这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鼻涕在倒吸的动作 实际上我们讲的 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关键 鼻涕倒流代学 今天节目 大家不记得前面后面 就记得这句话 就是要去看俄语科 那经历了多久的治疗 当时第一次切的时候 是良性的 我还想说没事了 所以还觉得没有问题 大概就是身体虚 还是哪个地方 这个有一些破口 有一些伤口 但是因为两个礼拜后 因为伤口愈合之后 再两个礼拜之后 它又开始流了 而且量子之前的还要再多 医生告诉我说 可能切得不够深 然后这一次就确定 就是恶性的 所以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吗 它有的时候躲在比较深层 它有的时候 常常是在侵犯黏膜下沉 所以如果说拿到 表面的黏膜的话 的确不足以诊断 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 鼻炎癌不是化疗吗 几乎都是放射疗 对 主要就是放射线治疗 我还记得是39次 好多次 对 然后化疗是8次 所以也是要化疗的 的确早期是用放射治疗而已 后来发现 有些病人的控制率不够好 所以后来觉得要一再加强 一再加强放射的结果是 制造了太多的放射后的后遗症 所以后来 希望又有达到它的好处 就是治疗加强的效果 但是又不要一直增加放射线 所以后来就加了化疗 所以鼻炎癌的放化疗同步进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所以我们特别称为同步放化疗 所以有时候我们英文特别会有缩写 有时候甚至有些网友查 CCRT 这四个英文字母 所以我们大概都讲CCRT 就是同步的化学放射治疗 它希望增加治疗的强度 达到更好的效果 但是又不需要只靠放射线 一件一个武器 效果非常好 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复发 对不对 但是三十九次也真的是 真的是很辛苦 我记得他 你那时候 口干舌燥 真的要命 那个是什么感受 我们平常人 吃馒头 吃面包 是你只要含在口中 嚼一嚼 就会有口水 就会出来 对 那我这样子做完治疗之后 嚼一嚼还是干的 没有办法下咽 它是一定要配水 所以你没有水 你没有办法喝下去 而且讲话一段时间 像我现在讲话一段时间 就会需要有一些水滋润 不然我的整个口腔 都是在干的状态 治疗完成之后 有没有哪一些 医生叮嚀你做的事情 有一些定期的运动 像游泳 或是出去慢跑 或者是打打球 那体力就会再重新恢复 那可是呢 鼻咽跟耳朵 其实蛮受影响的 鼻咽就是会很容易 有粘稠的鼻涕 可能是慢性鼻豆眼 还是什么 就是会黄色的鼻涕 那医生是交代 这种情况下 你用洗鼻涕 把这个鼻涕洗出来 会比较舒服 其实有大概 两三年左右的时间 都是这么严重 就一直早上洗一次 要晚上洗 那唐医师需要追踪吗 还是不用了 前面两年可能追踪得很频繁 很常回去 然后也许三年到五年 就稍微拉长一点间隔 然后到了五年以后 可能再进一步再拉开间隔 可是一般来讲 即使过了十几年 我们十几年的病人 我们还是会建议他 还是回到医院来 他的问题可能不是在 癌症复发的问题 在耳朵到鼻子 几乎我的形容就是 在眼睛以下 都在照射范围 那照射范围还会包含到 整个脖子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神经 血管的上上下下的通过 这样子 所以在这些脑神经 受伤的几率 就会比一般的人多 那神经的退化 那我们知道神经退化 不是突然的退化 就是年纪越大 然后年份越高的病人 就是有机会碰到 那听力老化也是一个因素 那好比说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听力是很好的 对 可是过了二十年 他应该才四十几岁 可是他的听力 好像会不如同年 四十几岁的人 对 那如果这个病人是比较老 比如说他五六十岁才做治疗 他只要过了十年 他就进入老年期的听力 甚至还更严重 所以有很多的这些 我们你看我们这五官 我们在头颈部有好多的五官的分布 都在这边 这些地方受到影响的几率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后来都在照顾病人的这些 后遗症的这些东西 怎么样应对这些事情 刚才听了李牧师的分享之后 大家大概对鼻咽癌有一点认知 但是对于鼻咽在哪里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腾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鼻咽在哪里 那个癌细胞长在哪里 这是一个剖面图 我们头的剖面图 鼻咽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 那怎么想呢 等于是鼻子最后面 鼻子的最后面 那咽的最上面 OK 西方的世界 尤其好比说白人的国家里面 他们是很少鼻咽癌的 对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中国的广东省是最多的 特加族群 可是毕竟都是 好像同心圆的这样分布 就是广东省最高 然后周围的就少一点 然后再远一点又再少一点 越远又越少 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东南亚地区 其实也很多都是广东福建的 早年的移民 移出去的华人 他们的B&R也并不少 因为我们华人社会的这个关系 其他地方没有华人的地方 也还是有鼻咽癌 可是还是以亚洲多一点 西欧 美国 这些地方都是很少的 所以基因占了很大的因素 有基因的因素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它是EB病毒 很多讲到鼻咽癌 大家都会查到 查询到这个EB virus EB病毒的这个角色 那EB病毒 它的确在我们亚洲 国家 尤其是东亚 东南亚 南亚洲这地区的话 我们可能在婴幼儿时期就得了 对 可能是 也许就像一次上呼吸到感染 也许身上出了一点点疹子 然后过几天就退烧就好了 你根本不会知道 你是哪一次得了哪一支病毒 但是EB病毒就一直留在你的体内 所以EB病毒是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的宿主本身有些人的条件 可能刚好运气不好的话 他会得到这个鼻咽癌 那另外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 这三角的关系 促成了这个鼻咽癌的发生 所谓的环境就是化学物质的暴露吗 主要对 主要是他的生活环境 主要是各种你吃进来的东西 你的环境的物质 抽烟 抽烟也是一个 也会 对 抽烟也是一个物质 只是不如其他的 好比说肺癌 好比说口腔癌那么的重 但是在鼻咽癌 抽烟仍然有一点点的角色 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感觉就是一堆黏膜 为什么不长在鼻子 为什么不长在后面 就是长在这个地方 没错 EB病毒我们是不晓得为什么 它就会长长的留在这个位置 这个部位有很多的 淋巴组织 是 对 因为它一旦进入人体以后 它就是聚集在我们一些神经组织 是 和淋巴组织上面 所以这个部位也许是 有一些特别的条件 它就聚集在那边 然后久而久之 也许这个宿主的环境条件 刚好让它变成了 变成了鼻咽细胞 然后它免疫力 又没办法把它清掉 然后它就终于发病 简单讲就是 假如 当然不是说一定发生 但是广东的后代 可能是客家人 广东人的后代 带这个基因 然后从小就得了EB病毒 因为其实我们三位 大概身上都有 EB病毒我们曾经 我们儿科 EB病毒也很熟 我们有抽血验过大家抗体 反正 都有 很快 五岁八岁 都是阳性的 对 几乎都阳性的 所以我们一定都有 你只要你活得够老 一定都有 那EB病毒就躲在你身体 就再也不走了 所以你是广东的后代 又带着EB病毒 然后如果有一些环境的因素 刚刚讲 如果抽烟不是的话 是什么 吃烟漬的食物吗 对 这个烟漬食物 认为有很多的亚硝胺 这个的确亚硝胺 是一个一己致癌物 没错 我们为什么讲广东 广东 其实福建也不少 广西也不少 但是因为广东式的咸鱼 如果大家有印象 它们的咸鱼跟我们闽南的咸鱼 吊在屋檐底下风干的不一样 它是淹在桶子里面的 是湿的 或者像是越南 也许甚至是 泰国都有一些这样子的 类似的做法 它们是湿的 淹的 所以有些就是有一个 一个发酵的臭味 对 那样子的亚硝胺含量 非常的高 是 对 那它们又是从小铺路 所以这三个因素所造成 李牧师你那时候 准备读功课的时候 是吃不健康的食物吗 我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就是 那个时候因为算很年轻 对 但是我记得是 因为那时候28岁 是之前有一段时间 是铺路在所谓二手烟 很严重的一个环境 大概两年 因为当兵的关系 我也没办法从那边逃出去 因为我是负责 一定要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大概有一年多 将近两年的时间 就是在那个环境里 有可能 刚才我们症状有稍微聊到了 所以有的时候是 是鼻血 有时候鼻塞 有时候耳鸣 但是最主要就是 鼻涕倒流带有血湿 我想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这个症状 另外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 一旦这个部位 大家刚才黄医师提到的 如果它真的长到够大 或者是往前 往鼻腔去的时候 它有时候真的会造成鼻塞 对 因为它真的把这个 气流的通道给堵住了 它就鼻塞了 那只是说这种鼻塞 我们不太容易很巧合 是两侧都塞住 我们通常应该是 某一侧塞住 然后过敏的人也常常会 右边塞早上 然后到了晚上换左边塞 我们会换来换去的 那肿瘤不会早上下午 晚上跑来跑去 就同一边一直塞 还是要检查一下 然后它如果这个位置 我们其实大家看得到 这头颅的底部 所以有些人会影响到 头颅底部下来的神经 脑神经 颅神经的这个影响 那可能有的人会影响到 眼睛的双眼的对焦 有些人会影响到 这个舌头的灵活度 对 它舌下神经如果受影响的话 它运动咬字就会不清楚 对 对 有些这些问题 那也许有人影响到三叉神经 对 这脸就会麻 对 那还有它 因为这个是剖面图 所以没有往侧边看 侧边它如果影响到耳烟管 它常常会造成中耳的积水 就产生闷塞的感觉 对 所以小儿科有很多是因为 急性中耳炎之后 造成的中耳积水 对 可是这常常是阻塞了 这个耳烟管之后 产生的一个积水 对 所以成年人中耳一直积水 就很怪了 对 成人不应该 儿童对不对 抵抗力稍微差一点 对 但是成年人整天中耳积水 这个应该要查一下 是不是这边塞 对 没错 所以听起来这症状 除了刚才讲到的 这个鼻涕倒流有血之外 然后单侧的鼻塞之外 还有一对奇怪怪 对 可能会误以为是中风 误以为是要看眼科的 有的会去看到神经科 看到眼科这样子 对 这真的是五花八门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它其实有蛮高的比例 它会转移到颈部的淋巴结 所以颈部有不明的淋巴肿块 也是要检查的 那治疗的部分 我们刚才在喝茶区 稍微聊到了 我们叫CCRT 就是有化疗 放疗 两个一起同步 对 治好的几率有多高 鼻炎癌的治疗成功率 仍然是相当高 在全台湾的五年的存活率 是大概有八九成 所以这个各级别统合在一起 其实五年存活率 应该是有九成多 那只有少数的病人 是不成功的 对 所以我们各级别 一到四起全部算在一起的话 大家治疗 大家应该是要勇敢接受这个治疗 对 即使治疗期间有一些不舒服 对 那会复发吗 成功半八九成 那接下来超过五年之后 六年 七年 八年之后 还会复发吗 通常复发大概还是 五年内比较常见 五年以后的复发就少见很多了 它的比例其实 各个医院也许有不同的数字 其实都低于两成 耗发的年龄大概是 耗发年龄 像李布施遇到的情况是很早的 所以是偏早 我们比较台湾的最高峰的年纪 大概是四十几岁 四十几岁 对 四十几岁是最多的 那所以五十几跟三十几的 就稍微少一点点 对 那到了二十几又更少了 对 所以四十多岁的时候是高峰 是啊 对 可是这时候是刚好小孩很小 可能刚结婚或者是 你还有大好的后半辈子 不要去山上静阳 对不对 一个治疗八九成的成功率 对 一咬牙就过去了 后面的人生还是很美好的 对 牧师其实你 我听你分享过 你后来在牧会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这一段人生经验 也是带给很多人的支持跟鼓励 尤其你们的会友 或者是你安慰的人 如果有癌症的话 这个过程的当下是很辛苦 而且也真的很彷徨说 接下来我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 可以做什么 可是好像上帝在后面有一个带领 就是我这个病 或者是我这样的经历 那当我去关心跟帮助人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他们很被同理 所以在后来 牧会的生涯当中 其实有不少的 因为得了鼻咽癌 然后就来问我说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然后你怎么样是度过这样的难关 是不是上帝有带领你什么 那我跟他们分享 他们就心满意足地回去 然后就持续地接受了治疗 那在你自己的信仰上面 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对神的新的认识 因为我们读神学院 是要有一个呼召 就是说你要很确定 你要读神学院你再去 所以当我已经明确了 上帝要我去 然后我也下定决心 要走这条路的时候 就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天 刚刚就有谈到是刷牙 其实我早上刷牙起来 要坐着火车去面试 就在那一天就发现了 这个洗笔涕有写 对 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多 直问上帝的时候 在我信仰里 我们这是上帝带领的路 那不是上帝你带领我了吗 所以我应该就很顺利地 走这条路 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却没有 所以我一直不停地问上帝 为什么 而且是我结婚了半年 而且是我还没有考进神学院 我就遇见这件事情 那么在我非常多的 跟上帝的追问的当中 后来上帝有给我一个安慰 这个话出现在 我们Good TV的画面上 就是那一天正好在播送 一个灵修的节目 然后最后出现了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上面有圣经的经文 就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9节到第10节 这段经文就讲说 上帝祂是拣选我们的上帝 而且祂会保护我们 还会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 所以不要害怕 要有信心 不要害怕 继续地往前走 那我另外一次更深刻的经历 也是在 差不多在这个治疗后的半年之后 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讲 我很担心复发 因为总是说 第一年复发的几率比较高 是不是医生 那我就担心 非常担心 那我已经有一个焦虑的状况是 我常常打开电脑 就一直在查复发率有多少 那不管它复发率有多少 假设复发率只有这个30% 我就心里想 我会不会就是那30 那个里面的人 那有一天我在 中午吃饭的时候 忽然上帝对我说话 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经验 上帝对我说 你要永远记得 然后我的脑海就浮现了 早上灵修 读圣经的那一段经文 就是耶稣平静风和海的 那一段圣经 而且非常的戏剧式的 好像一个电影一般 在我眼前就演出来 那因为那一个画面本身 当耶稣在船上的时候 其实风浪非常的大 大家就是快要死了 那耶稣在船上是睡着的 那后来有人把 耶稣叫了起来 耶稣就平静了风和海 所以一切就风平浪静 在那个当下 这个画面 我在看见了画面的本身 就是耶稣转过身来 在当中 事实上是 经文里面是对着里面的人 那是好像对着我一样 就告诉我说 你还在怕什么 那我心里很清楚知道 只要耶稣坐证 祂在我的船上 我不需要害怕 所以这就成为我后来 所有在面对人生 各种挑战跟困难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跟力量 知道耶稣在我船上 我不用担心 所以今天真的是 借由李牧师跟我们的分享 以及腾医师今天跟我们认识 整个鼻炎癌发生的原因跟治疗 其实大家虽然知识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目标 可是陪着你走这条路的只有 上帝给你的信心跟盼望 希望今天这一节能够带给大家很多收获 也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今天虽然我们聊的只是鼻炎癌 但是从李牧师的分享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在任何的疾病跟病痛当中 甚至是在很多家庭的变故 职场上面的风暴下 我们记得以赛亚书41章 这段神的话 希望你能够成为你的安慰 你不要害怕 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上帝会是你的神 希望大家今天这节很有收获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订阅爱家好一声的脸书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想要听的主题 也可以订阅爱家好一声的YouTube频道 看我们过往制作的精彩内容 大家平安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